今天對我們選出來的結果是非常危險無愧的 最多輪的是華語男歌手 就是過了三輪才選出來 首輪有三位 那三位就是青豐、熊仔、Hush 第二輪的話就變成是青豐跟Hush 有些評審會覺得Hush用他聲音的方式恰到其分 因為這張專輯不管在製作或者是詞曲 都是真的把他自己內心的部分掏出來給大家看 那青豐的演唱技巧評審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這張專輯也是一個藝術作品 但是可能評審團在感受的時候覺得 相對來說Hush是直接一些的 歌後反而快 我們第一輪就選出來了 他第一輪就超過一半了 評審們都覺得他就是一個天生的唱歌的人 那整個專輯 就是以歌手獎來講 當然聲音跟表達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用他的聲音 等於是領了整個專輯的樣子 就是領導了整個專輯的樣子 因為年度歌曲在金曲獎的評分 不是評分啦 就是選擇的標準裡面 一個就是傳唱度很高 那相對來講 當然周杰倫的最偉大的作品是傳唱度最高的 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另外一個條件 就是說要有一個時代的意義 或者是對於現在的處境有一些觀察或描寫 評審團們都覺得在現在這個狀態 我們剛疫情過後 其實有很多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音樂得到一些溫暖 在現在這個環境有好多的不確定 有好多的最近風風雨的事情 那因為安撲最好的時光 都在問每一個人自己的問題 對 那或許大家聽這個歌之後 可以自己給自己一些答案 然後可以讓我們好好的過日子 因為今年獎項分配很平均 你會不會有分豬肉的嫌疑 也沒辦法分啦 因為他不知道前一個想像 到底是誰得了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大家可以放心 在這個制度之下是沒辦法分豬肉 因為沒有人知道得獎是誰 剛好 剛好我在後台等 然後剛好是他念錯名字的時候 我就發現 因為只有我知道 整個後台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我就趕快跟工作人員說 不對不對他應該是 念錯我的名字了 因為在每一個得獎的信封卡片上 都是需要簽名的 但我覺得這個很難免 所謂難免就是說 上台的時候一接獎其實會緊張 而且如果人家都寫在上面 真的很容易不小心 我相信他就是看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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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